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每日更新最新赛事解说和中国运动员情报 一起为中国队加油 不知不觉间 2022年世界雨莲巡回赛法国公开赛悄悄落下了帷幕 全主力出战的国语最终只在女单和混双两项中夺金 对于这样的成绩 其实也很难让人满意 毕竟男双和女双也是国语的强项 却无缘夺冠还是非常可惜的 所幸女单方面和冰娇很是争气 连续暴冷多位名将为国语挽回了一丝颜面 和冰娇当属公开赛的头号赢家 不过就在法国公开赛宣告结束的同时 另一片赛场国语也带来了惊喜 在西班牙举行的世界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中 国语两大猩猩帮助球队斩获了三枚金牌 这次的比赛里 国语在最后时刻与团体金牌失之交臂 好在两大天才少年朱一俊和刘胜书状态火热 打出了超一流的水准 一时间引起了球迷们的热议 本次代表国语参赛的朱一俊 刘胜书两人 分别拿下了男双冠军 混双冠军和女双冠军 原本是青赛球迷们并不是特别看好 因为国语青年队明显出现了断层的情况 队内基本上没有几位实力出众的新人冒奸 然而来到世青赛后 我们才发现大家都错了 朱一俊 刘胜书两人的脱颖而出 堪称国语带来的一大惊喜 现年才不过17岁的朱一俊 此前并未在大赛中亮相 世青赛与徐化宇搭档出战男双项目 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两人一路过关斩将力措诸多抢手 夺得了本次比赛含金量最高的男双金牌 要知道他们的对手可是最擅长男双的印尼组合 可见朱一俊与徐化宇前途不可限量 至于04年出生的刘胜书 他是本届世青赛的双冠王 刘胜书分别夺得了女双和混双两枚金牌 实力可见一般 与朱一俊相比 刘胜书成名的时间就要早得多 前两年刘胜书便在国内比赛中发挥抢眼 刘胜书一度被认为会是下一位赵云磊这样的选手 为此刘胜书此番世青赛的爆发并非有然 他接下去转战成年组的比赛也格外让人期待 得益于这两位小将的横空出世 郭宇才得以在世青赛登上了金牌榜的第一名 他们未来依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因此我们也期待这两位小将能再接再厉 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提升自身的实力 帮助国语再创佳绩加油